国道6号北三交流道因为上下交流道的路段会路径一条产业道路 而因为路面有高低落差 也时常因为事先不良 造成车辆在汇车或通行时 险下还生 甚至发生交通事故 在居民的澄清之下 县远陈宇军也邀请高工局 工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实地会刊 希望能够及时广益 找出解决的办法 让居民通行产业道路能够更安全 刚好跟产业道路有衔接 因为喇叭口太小 以至于造成要下交流道的车辆 特别是沙石车 它可能会跟我们一般的小轿车造成拥塞 或者是行车 汇车上面的一个安全的疑虑 在我们行政院中办蔡培会执行长的关心之下 今天特别找我们的高工局一起过来汇看 在最精简的一个还有正确的一个考量之下 我们透过在喇叭口的部分的一个拓宽 让交流道要下来的车子呢 它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视线可以看到 这边要上交流道的这个车辆 曾情人张先生表示 因为它的农田正好在交流道口附近 而卫星导航会将外来车辆带往这条产业道路 因此车辆在下交流道后 要左转就与上交流道的车辆会车 也因为视线不好 时常在田间就听到紧急刹车的声音 因此为了避免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 也请托陈怡君议员来帮忙 也感谢议员能够邀及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解决交流道口狭小以及视线不良的问题 因为这次的陈情其实最主要我们是看到 交流道的交流道的交流口真的是很危险 当地居民其实或是一些外客的居民 都往一些露营区方向去走 这个便道是刚好他们导航的方向 然后会产生这个交流口发生很危险 与其要当它发生的时候不如尽早预防 这次真的很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怡君议员 还有我们蔡北医会执行长的秘书 还有蔡北医会他亲自特地交代 一些重要人员来为我们这次的活动 在很快的速度把它完成 副医长潘怡全也希望相关单位 针对此一攸关行车安全问题 能够紧述来改善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 郭信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祷航